当今社会娱乐化时代已经到来,各个环境不同场合,你都有可能遇到耍嘴皮,开玩笑,恶作剧的场面,有的玩笑开的,让开玩笑的人脸红,有的恶作剧甚至可能开过了头,很多人都对这个播的掌握不大在意, 网上常常也有这一话题的讨论,比如今日头条,它是中国最大的自媒体网站,我们开玩笑,搞恶作剧,都是为了再工作和生活之余放松一下自己,像湖南卫视,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,常常让人看了捧腹大笑,什么话题答错了,头顶一桶水浇下来,什么脸上被涂成怪样子,都有些受虐的感觉存在吧, 是啊,观众是喜欢台上的参与者受点苦才痛快,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也很苦,想放松下吧,人生也是这样,我们把话题说回来,在不少起事业单位办公室里,人们也常见开玩笑,搞恶作剧的现象,有的还比较文明,有的就有点过头,这应该适度没把握好吧, 有个单位的大办公室里七八个人,一说笑起来异常热闹,他们还不时的搞一些恶作剧,什么这个把那个的手机藏在沙发底下,那个又把这个放在桌上,的钱包藏到其抽屉里,被耍的人先是吓得不得了,然后才恍然大悟,自己是被恶作剧了, 有一次一个别的办公室很爱,开玩笑,的人把办公室一女同事的包拉开,造成被盗的样子,结果还惊动了领导,太过了吧,开玩笑要有色度,要不实文明,要优雅含蓄,这才能达到陶冶身心,融洽细分的效果,又向某个单位的办公室搞得还更过分,好事者把张三的笔丢到李四桌上,把李四的杯盖藏到张三那里,这样做就更不应该了,这开玩笑显得有点乱套, 人性中是有虐人的脾气,但要控制,不能乱整,这方面,我们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,他开玩笑的方式很如雅文明,像他说的祖福很忙,无论古今,谁都知道,一个男人有不少女人,一味冻玉,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边酒也无效,这里面虽然还有点色的意味,但也显得很隐晦,让人只是笑了罢了,我们做文明人,开文明玩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